再来关心同样也是7月1号要上路的 就是台湾时间从明天开始 将会跟世界同步增加疫苗 7月1号新的一个月开始 但马上就有不一样 因为上午7点59分59秒进入8点 将必须加上润秒疫苗 简单来说就是全球将同步多疫苗 地球它的速度都在变慢 因为它累积的时候一般来讲 它是到两年到四年 这个时间都会累积到大概会润秒 会慢疫苗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秒把它加上去 润秒加上的疫苗到底从哪里来 由于地球受到月球引力潮汐和季节因素的影响 自转速度变慢 经过累积地球自转慢上疫苗 和世界各国使用的国家标准时间不一致 因此国际地球转动服务组织就宣布 要帮国家标准时间加上润秒疫苗 正常时间来讲 我们是出现7点59分59秒 那下一秒是一般是到8点0分0秒 那明天的时间的话应该会讲 我们会设定7点59分59秒 那下一秒是7点59分60秒 那下一秒再变8点0分0秒 虽然短短一秒钟 一般民众可能没什么感觉 不过2022年调整润秒时 就曾导致国外多个知名网站当机 航空公司也受到影响 让资讯交通业得绷紧神经 加上今年的润秒发生在非假日 金融股会是最可能受到影响 金融交易因为时间上的问题 他们可能在戳合的时候 柜台买卖期货交易在戳合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一些影响了 因为那一秒的关系 可能会造成也许会造成 它的戳合没有没有交易完成 专家乐观预估润秒对台湾影响不会太大 不过7月1号上午7点59分59秒 进入8点的这多一秒 了解由来也涨了知识 欢迎新闻陈明彦 黄云廷台北采访报道